屋台乡各文件站的长臂献唱歌谣 与部落勇士透过赐福球的仪式 为屋台乡日间照顾服务中心启用仪式揭开序幕 接着屏东县长潘孟安 屋台乡长杜振吉与多位来宾共同剪彩 场面热闹 剪彩 潘孟安表示 感谢卫生福利部及原住民族委员会经费寄注 屋台乡公所借用场地 共同推动屋台乡日间照顾服务中心 制造中心对于亚健康或是失能者 或是健康者都可以得到一些更好的照顾 我们也会配置车子 把一些长者需要来做照顾的 来分别到各个部落 从这边分在进来 像孩子一样上学上课一样 所以这些制造中心很重要 我们以在地的特色 融入在地 而不是以机构的方式 我们因地制宜 深入到社区部落 这就是我们屏东的特色 日间照顾服务中心 目前服务八位长臂 提供部落里失能失智长臂 白天安心的去处 这里除了运用原名专业人员 照顾长臂外 提供野鲁凯文化设计的 桌游及拼图 助长辈延缓老化 失智 在空间营造上也依据长辈生活习惯 专门做了一处卧榻 让长辈可以在上面进行传统编织 休息等活动 打造具有这地文化味道的家 也刚好我们的这个文件站 整个八个部落的文件站都已经成立 那相关的下一步 我们老人家的这个 整个日间照顾跟生活机能 这个区块的这个照顾 需要一个空间 那大家商量的结果 利用我们这栋建筑 实际上我们也发现 我们的工作人员进来去做规划 然后开始运用这栋建筑的时候 我们看见它的空间是活化了 那我们部落的老人家 他得到的照顾是可以更全面 物态乡日间照顾服务中心 是原乡第六处日间照顾中心 县政府以鱼三地门 马家 莱义 太古及牡丹部件 原乡含概率为66.67% 截至9月底 屏农县已部件42处日间照顾中心 一学区以日照部件率已达73% 县政府表示 预计在年底达到九成部件率 让更多长辈在自己所熟悉的环境 在地安老 屏农新闻 张如云 刘建荣采访报道 在大陆屏室里的地平均 从云 刘建荣采访报道